哈喽大家好 今天我们要洗一些衣服 本来是想推给哥哥的 但是他去县城里买东西了 然后我只能自己动手了 但是现在的话比以前方便多了 我们这边的话 去年国家节我们送了洗衣机嘛 然后现在衣服直接一扔 洗完了 比以前方便多了 以前的话都是去河边去洗 大冬天非常非常冷 看一下这些这些这些都是买的 今天早上从 从那边水里就是 那边取水然后背过来的 所以非常辛苦啊洗衣服 看一下 然后这些都是今天要洗的 这个就是国家送给我们的这个洗衣机 看一下 中央代表团阵 就让我们洗衣机搅拌一会儿 然后给大家看一下 这么多 就这么重都是妈妈的嫁妆 还有就是 后续爸爸给她买的一些首饰 和这个价值十几万 非常多种 一般都是珊瑚或者绿松石 这里的一个比较多一点 所以很多朋友说 藏族女孩子的这个地位高不容易 拉姆给你们分析分析 看一下就是这么一大包 就是他的 然后这里面的话 下期给大家看吧 这个就是我们女孩子嫁过去的时候 后面要带一些东西 我们这边的话 这个今天就不给大家看了 主要今天给大家看一下 我妈妈以前的嫁妆 还有爸爸给她买的这么多的首饰 下次给她买个装这个的 看一下 大家可以看一下 像这个的话就是我们这边 一旦结婚了我们就要带上这个 就这边两个 然后后面一个就是一定要带上 除非洗头发以外 像这些绿松石的话可以带 但是我偶尔也可以不带 因为太重了 像这个白色的这个海螺的话 一定要带 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个以前是非常大的 现在妈妈她们 为什么以前带这么大的呀 现在她们都弄小了 然后小的也方便也轻 然后看一下这些绿松石真的是 已经有三四十年的一个绿石了 大家可以简单的看一下 然后的话这个天珠是非常贵的 这个是爸爸从别人手里买过来的 下这个三四万吧 所以这么多的头饰 都是要带到女孩子的头上 男孩子的话一般 这个就是爸爸带的 中间一个天珠 旁边两个珊瑚这样的 然后这些都是妈妈的 大家可以对比一下 所以这边的话女孩子的地位 还是蛮高的 如果对比不高的话 这些首饰是用来干什么的呢 是吧 所以我们这边的话 女孩子带的头饰 珊瑚越多 瑪瑙越大 就显得她们家是比较富有的 所以大家以后来 拉姆这边旅游的话 可以看一下 女孩子头上这些珊瑚呀 多不多 越多越大 说明她不是非常有钱的 像我们家的话就不算特别多 说句实话吧 我们这边可能是几十万 但别人是几百万 我发现这里面还有一半是不在的 哎呦妈妈洗头发去千样家了 这个我们这边边头发的话一定是别人帮你弄 不然的话一个人是弄不了的 不像我们平时这样张开着拉姆头 已经三天没出头了 所以这个样子 哎呦 这些都是一半吧 一半都已经拿不了 平时我们都是放到钢铁箱里的 我现在装进去 不然妈妈发现就我要挨骂了 衣服差不多洗完了 然后我们现在去千样家里找妈妈去 然后给千样带点我们的这个藏物啊 我们家里存的挺多的 他应该会很开心的 把它放到我们的万能的包里 走吧 看一下今天天气不错吧 看一下我们家的小的藏老屋在这边睡觉 其实我们这边的话 有很多就是家里的钥匙啊之类的 都是呃女主人来管 所以大家不要觉得这陆续的女孩子 可能是地位比较低的 不要这样想 其实我们这边的女孩子也是被家里人宠的 像我的话家里有时候都不用干活 偶尔放放牛就行了 家里的很多事情都是哥哥帮着我做 我们这边的藏族女孩子啊 女性啊之类的 都是可以自己去上班啊之类的 只是有的时候就是自己在家里放牛啊之类的 像创业的也是有很多的 都是可以自由恋爱自由结婚 所以大家之前问过我 藏族女孩子能不能外战 你说能不能呢 我们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 我要去找妈妈了 这样处置手机也不方便 拜拜 我们下期再见 喜欢看我视频的朋友们 可以点击下方订阅小铃铛持续关注 还有ins和facebook也不要忘记关注哦 谢谢大家